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东我们卖的它一定没发酵 一定要发酵以后它好吃 味道才会出来 它有分大辣 中辣 小辣 它的味道真的好 客人上门全都是喂了大块躲鱼 关键秘诀就在辣椒上 老板娘肖安琪是个道道弟弟的湖南妹子 传承娘家妈妈的配方 每到工修时间老板娘就在店里剁辣椒 做法里是用手朵 比较会工 但是味道真的比那个机器打出来好很多 用机器打出来就是水 像打果子一样 而且不是水分 而且发酵出来 干边就会是很多水 一个梦空来就要裹 一个梦空来就要裹 一直裹到它就会发酵 有时候一口气得处理上千斤 大量的辣椒剁好剁满 还必须加进58度的高粱酒 以及大量盐巴抓均匀 最后放进瓮里面密封 发酵两到三个月 大中带酸 碎时倒地 但除了辣椒之外 鱼也是重头戏 能够吃起来细致 肥而不腻 是因为老板娘坚持只用活鱼 我们的鱼头比砂锅鱼头贵 为什么砂锅鱼头是可以用死的 冰冻的炸锅 你吃不出来 我们一定要是现活的 早上可能五六点 生活上才送到我们家 年龄的头 它胶子很多 胶子很多 吃那头非常过瘾 更饕客级的吃法 就是把剩下的汤汁拿来拌面 牛台面条配上酸酸辣辣的剁椒 还有集结鱼肉精华的鲜味 同样是每桌必点 不过店里的卖点还有这一味 洋葱 猪蹄 独门自然酱 以大火快炒 点缀上新鲜辣椒体味 让离家出手的食欲匆匆归来 还有这道炒小肉 外观貌似青椒肉丝 重贤口味可说是白饭杀手 我们不用麻 也不用花椒 就是有比较少 就是也必须是特殊的 真正的香菜是不加糖的 几乎不用勾芡 我们店也是菜几乎都不勾芡 坚持把家乡味带来排 其实老板娘一家三姐妹 好巧不巧通通勤迁 台湾郎 干脆一起创立这间小饭馆 每当厨房忙完 姐妹们还会陪客人 寒天寒暄 这三位美丽的湖南姑娘 把香愁寄托在美食中 一辆礼一盏相识热情